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股市战情市 我是阮木华 本周台股在四天廉价之后 这个拉出了连续两根红棒 但贵买值有点不给力 贵买值今天反倒是下跌 但加卷值非常给力 这个今天盘中一度大涨超过400点 台积电这个大涨带动这个盘市 再创了历史新高 收盘加卷值 各位看到是涨了378.5点 这涨幅也很大 1.85%的幅度 现在在2万点上 提醒大家做齐全 你真的要稍微小心一点 齐全也可以让你赚很多 但是可能也会让你赔很多 像今天一涨涨400点 这一口大台 就2万块钱就不见了 如果你是做错方向的话 那当然你做对方向 一口大台马上就进赚了是2万块钱 所以在400点的这样一个空间之下 我们看到最亮眼的股票 当然莫非台积电 那我们今天就要着重在谈台积电这两个股票 同时也要告诉大家 台积电的兄弟们今天 似乎并没有跟着勤取而公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以及我们后面还可以期待吗 因为毕竟 4月18号台积电法说会 我想应该会公布出来不错的 这个第一季的情况 同时呢 展望今年我也相信台积电 绝对讲的不会差的 所以这个率先已经是 在法说会前台积电已经是 这个点火了 好那我们再看到就是说 在整个国际行情的部分 当然美国股市还是持续一个多方态势 不过呢美股多方态势的情况之下 这个降息有很大的变数 这个礼拜最重要当然就是 明天晚上8点半要公布的CPI 这个CPI的数字呢 会再次给这个降息的预期重极吗 因为最新 一连串的经济数据已经显示 美国6月份降息的几率已经不足50%了 也就是说6月非常有可能不降息 甚至已经有投行预估 今年美国可能不降息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市场预期的心态 不降息的心态已经慢慢在高涨 那在慢慢高涨下面呢 当然会对美股的形成是某种情况的压力了 因为毕竟这个整个通胀 包括就业情势目前呢 完全不支持有降息的可能性 那尽管到6月 也很难讲说呢 这个通胀跟就业的情况可以支持降息 所以一连串的数字底下呢 今年根据这个利率互换交易合约到年底啊 这个指教现在呢是价降60个基点 那60个基点代表什么 降息不足三马 那这个是市场现在目前的最新状况 另外一个状况呢 也不支持降息就是最近油价的飙涨 各位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帮大家准备 两个重要的汽油的价格的走势 大家看到西德州跟这个布兰特呢 都双双的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波段上涨的行情 而这波段上涨的行情啊 最近呢来到了一个相对的关键点 像布油呢是来到了90块钱的一个大关 那那个美油呢是来到了85块钱的大关 那就在最新一个交易的布油跟美油的价格 是双双下跌的 布油呢是跌了0.87%的幅度 将近跌1%了 也没有跌很多 那美油呢跌幅是0.5%左右 主要呢 布油美油下挫 传出来的消息是 以巴尔有可能要达成这个停火协议 也就是说呢 这个以色列非常有可能会从加萨这个地区撤兵 不过呢 在此同时又传出来另外一个消息 以色列总理内坦雅胡扬言说呢 非常有可能会是直接进攻到 这个加萨最南边一个最重要的城市 叫做拉法 拉法是一个口岸 他基本上是通往埃及 这个过去加萨跟埃及之间最重要的一个联通的口岸 而这个地方聚集了非常多的人 那现在目前呢 还没有遭到战火的波及 那当然是有一些零星的战火波及到 不过呢 拉法口岸呢 目前堪称安全 如果说呢 以色列真的要进攻到拉法的话 那可是不得了的大事 因为阿拉伯国家已经宣称了 如果你进攻到这个拉法口岸的话 就等于说呢 是对所有阿拉伯国宣战 所以这件事情呢 非常有可能 一旦发生的话 造成油价再次大喷发 以及呢各位可以看到 其实乌克兰已经宣称了 炸毁了好几条俄罗斯的这个输油管线 所以基本上我对油价要下来 我没有那么乐观 那在油价 要这个一直居高的情况之下呢 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原物料族群 确实这个很明显的在升温 今天在台股排面 除了台肩大涨以外 另外一个最重要的指标 就是各位可以看到日K线 已经连五红的钢铁池 钢铁池今天居然大涨了将近快4% 钢铁股里面好几档股票 全面大涨 包括中红是亮灯涨停 如果各位可以看到今天 在中钢的算领下 今天整个钢铁股可以讲说是强强棍 我们来看到 几档今天钢铁股的指标股 比如说呢 中钢 大家可以看到中钢今天股价是大涨的4% 大涨超过1块 这个2002的中钢 股价拉到26块以上 那此外呢 这个中钢的好兄弟就是中红 大家看到他今天是亮灯涨停 收在24.95 中红的代号是2014 各位可以看一下 他的股价今天是拉出一根非常漂亮的 红K棒突破底型的一个状况 那以及另外一档长龙钢 大家看到长龙钢的股价 他虽然说涨幅没有这个中红来的这么大 但也涨了4% 股价来到134 长龙钢股价是创历史新高 这光铁股里面居然有创历史新高的个股 各位就知道说 今天钢铁股整体表现是相当亮眼 我觉得这个跟整个现在目前国际的宏观情势有关 除了钢铁脂跟钢铁个股大涨以外 各位可以看到其实塑胶股 今天也都有在动 整个塑胶脂也明显的有开始从底部要拉升的一个味道 那此外在分类值里面 其实涨幅居前还有电机电缆也涨了3%多 电器电缆也涨了3%多 以及各位看到建材营造类值也涨了这个快要2% 所以基本上传胆股今天可以讲说是有很明显的这个落后补涨的一个味道 这等一下我们要请教我们今天现场的两位专家 就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商务部宣布了 这个台积电的亚利桑那州厂 获得美国政府66亿美元的补贴 这个可以讲说是仅次于intel之后的第二大的一个补贴金额了 那当然美国当然是肥水不落外人田的 这个intel补贴金额是最大的 但他也给了台积电66亿 那这个台积电66亿也是有很大的代价 为什么 因为台积电要再加码建第三座厂 大家都知道台积已经宣布要建第二座厂 而且第二座厂是2奈米 他现在要再加码250亿美金建第三座厂 在亚利桑那州那个地方 我之前早就跟大家讲 其实那块地台积是可以建六座厂 所以我个人预估台积应该陆续在那个地方 最终的目标是要建六座厂 那块地非常的大 绝对不会是一座厂的地 这个基地非常的大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台积电就是一步一步的加码到美国的投资 只不过是美国的这个进度非常的慢 那这当然也不是台积电单方的问题而已 那这个整个台积电现在目前呢 总共要投入到美国呢 是达到650亿美金 这金额可以讲的非常庞大 那补贴66亿等于说是补贴的十分之一 这个补贴的 其实比日本政府来的差 大家知道台积电在日本熊本拿到补贴 可以使他建厂金额的二分之一 所以这个差距的非常大 美国就十分之一 日本是给到你这个二分之一的一个补贴金额 不管怎么讲 今天这个消息非常可能是把台积电 拉爆的一个最主要原因 台积电今天股价真的是非常的强势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这个台积电是股价再创历史新高 来到了819大涨了快5% 美股涨了36块 股价盘中还来到了过820 盘中的历史新高 但收盘同样收在历史最高点 好那今天我们的几个节目的焦点 第一个就要谈台积电 这没办法因为太红了 谈台积电 另外谈整个AI族群 因为微软宣布了 5月20号 520 当天大家知道520是怎么认识吗 是微软要举行一个非常盛大的AIPC的论坛 在这个西雅图 而且同时微软要发布多款的 他的这个AIPC相关的运用 据说微软已经呛声了 说我的AIPC超过你苹果Matebook 你Matebook不算什么 真的微软已经开始摆出阵仗 所以我们等一下来谈AI这个部分 另外我们还要再谈一下原物料钢铁族群 所以我们今天请到两位强帮来宾 第一位我们请到的是王鸿凯 鸿凯哥你好 木槐熊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第二位我们请到的是昌星 昌星你好 木槐熊你好 大家好 好这个两位都是超级强棒了 那我们今天就一开始先来请教封凯哥了 就是说整个大盘目前的一个看法 您的方向是怎么样 看这个气势如何 应该很难看空吧 第二个就是说今天整个台阶带动上来 真的是因为获得66亿补贴的一个关系吗 我觉得第一个方向是基本上外资在先前是比较偏空的 所以今天这个逆转会让外资有点摸不着头绪 觉得怎么突然盘是变这样子 在这样的结构一转变情况之下 基本上外资后面就很难持续的做空单 再加上其实投信的ETF其实一直还在目击中 所以看起来投信的子弹是源源不绝 那回过头来看就是说台积电亚利桑那州的补贴案 它代表了什么意涵呢 其实代表的是台积电在美国的投资要持续下去 还记得吗 在台积电之前在刘德英主政的时候 这个美国厂是盖到一副快死掉的样子 所以大家觉得美国好像没戏了 所以台积电的重头戏跑到熊本去了 他在日本又盖了一个他的备源基地 可是大家就在想说美国没戏情况之下 今天又发布了这个重磅的消息 代表台积电在美国的计划会持续的勾引下去 那回头学来想一件事情 就是美国的亚利桑那州这个厂 基本上原先设定是5奈米的 后来才推进到3奈米 可是今天在按说他要推进到2奈米 可是你看他也很聪明 他告诉你他不是现在就2奈米 2030年 因为其实就台电而言 他最重要的研发基地是在台湾 而不是在海外 不管是日本或是美国 基本上他都是一个备用基地的概念 可是因为美国人想要什么 他要自建自用 因为我的Apple用那么多的晶片 我的Tesla NVIDIA用那么多晶片 可是我要从你台湾进 其实对我美国就是一个风险 所以他不断的一直push 台积电要往更先进的智能去走 可是台积电也很聪明的 在想要拿到原本他该拿到的东西 因为原本美国就答应他在2奈米 3奈米说要给他很多的补贴 可是你因为建厂的进度落后 所以他就把这补贴怎么样 就揪天摆在这里 delayed了 所以更新的变成说我跟你 我们不要讲说是框 就画一个大饼给你说 我后面要继续推进更先进的制程 那原本东西是不是要该给我 所以我觉得今天是在这个消息 push的情况之下 整个大盘拉伸 那你看其实今天大盘在拉的时候 桂买值相对就比较弱了 可是桂买其实刚好遇到前面的高档的压力去 他其实并没有突破大量高 因为仔细看桂买的形态 基本上他是碰到大量高之后压回 所以桂买其实虽然今天弱了一点 但我觉得也还不需要很担心 基本上他就是一个整理 而且属于一个强势的整理 他倒不是一个弱势整理 所以如果后面的大盘如果还在往上走 基本上我觉得桂买也还会再跟上 再像刚刚慕华兄也讲 今天其实整个族群的轮动 在电子股里面只有台电最强 但是其他的次族群包括钢铁 包括像塑化 基本上今天都有不错的表现 因为这些族群的基期相对是偏低的 在开始发动之后变成族群 在进行一个轮动的一个状况 那我觉得对盘式相对是有利的 对 那刚刚封凯已经把整个大盘 上市柜讲得非常清楚 其实桂买虽然说今天相对压回 各位可以看到桂买盘中还曾经一度 涨了0.45%的幅度 但是收盘是跌了快0.4% 这一叉叉了快1% 所以这一根黑K棒是带上影线 不过它是在五红之后的一根黑K 而且技术面上面看到非常明显 它抵到了前波高 高档区的大量头部的位置 所以稍微去做化解 我觉得这样一个方向性给大家参考 那刚刚谈到了几个细节 我在这边比较细的来问你 第一个就是刚刚谈到台积电 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微软 即将在520当天 也要发表AIPC 第三关的很多的软硬体的运用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的消息下面 其实昨天 这个AI相关的伺服器的个股很强 但今天怎么就落下来 像这个伪创今天下跌 然后包括广达也是下跌 而且跌的还蛮重的 什么原因呢 不过微影倒是这个尾盘拉上去 又回到了平盘 不小心怎么看这些散热族群 包括最强势的就是 这个整个AI族群 包括最强势的散热呢 我想我们先从昨天这个角度来看 就是整个Meta 它就要推出AIPC 它当然是领先Apple 因为到目前为止 其实Apple的AIPC 还没有一个影子 所以先喊就先影 所以它已经预备要做这个东西 那当然这很合理的 因为你在整个一个Server 的一个架构情况之下 你慢慢在颗外端 就慢慢要搭上AI 所以你看先前的三星的AI手机 它其实也是绑到这个话题 所以我认为今天的族群性 就整个AI来讲 我认为它倒是一个休息的阶段 其实你可以仔细看 包括像微影 包括像广达 基本上 他们都是在这一个大量的位置 进行一个整理 那你仔细看 其实微影早就过大量高了 它早就已经把这个族群拉开来 那我们之前最常讲的就是鸿海 鸿海算是这一波最后 逆势上来的这个族群 那其实连鸿海 基本上这个大量低都也没有跌破 所以整个大架构的AI族群 我认为是在第二季的业绩 还没爆发之前 在这里先做一点点的这个停止的一个 怎么样 在这边扎营 应该这样讲 扎营带突破 那我们刚刚看到 我们刚刚有秀一个画面 就是整个一个 AI很重要的一个产品就是散烈 这个散烈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上面包括双红 包括像旗虹 基本上他们在伺服器的比重 都是相对比较领先 比较领先的 所以他们在这一波的涨势里面 基本上也算是表现还不错 但是齐宏因为他有AWS这个部分 AWS在第二季 他要进行一个产品的调整 所以齐宏在这边相对股市 股价走势就没有像双红来那么强 但是一样两只老虎的概念 基本上这两家 过去我们都是讲齐宏双红 单数偶数 基本上他们应该是121121 就是同步往上走 可是因为有一家因为他的客户的关系 所以他先下来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在操作上 你就可以留意就是卖高买低 卖高买低 我觉得基本上你是绝对不会输到哪里去 就是说你基本上是可以两头都赢 但如果你要坚持抱双红 那倒也不是不行 就是你要留意他形态的转折 因为我想他第一季到800 应该已经初步达到他一个目标价 接下来再往上走 我觉得可能横向整理的机会比较大 横向整理的机会比较大 已经快到900了 对 好快 800大家都觉得已经到目标价去 他又冲到900 再冲了一波 所以我觉得 这边你倒是可以留意齐宏的位阶 我觉得齐宏短线的修正也差不多了 而且你可以看我们刚刚那一页比重 其实在整个产品线里面 其实齐宏在伺服器的比重 是遥遥领先双红的 他只有占下27%是伺服器 其实双红只有22% 那当然就是说对齐宏来讲有一个压力 就是他过去做比较多的气冷 而不是义冷 那双红是后来来切入义冷的 所以他当然他就没有先前的包袱 所以他相对切进去的速度比较快 但是基本上齐宏在技术上还是领先的 好那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在三星这个台阶获得补贴 那美国政府也没有图后台积电 为什么呢 美国政府已经放出消息了 三星也会获得60亿美元的补贴 这个拜登非常有可能在下个礼拜会宣布这件事情 那现在目前看到他补贴三星的金额60亿台阶66亿 我讲的是美金 所以比台阶少了6亿美金 那三星也要在美国这个大量的建厂 主要是在德州 三星是在德州 台阶是在亚利桑那州 那现在目前这笔补贴呢 会用在德州泰勒斯县新建4座 这个半导体厂 包括一座170亿美元的芯片 这个晶圆代工厂 还有一座是工厂 还有一座先进封装的相关的这个设备 先进封装厂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研发中心 在三星在美国的投资呢 也超过440亿美元 而且是较原先的计划也是增加超过一倍以上 所以等于说台阶跟三星都是加码 再加码投资美国 那这边就要请教封卡 就是说在这样投产下面呢 这个台湾的相关半导体供应能受贿吗 你的关键 我觉得可以看一件事情 就是截至目前为止其实 台阶不管是在3nm 2nm 基本上都是遥遥领先对手 甚至连intel都要来拜托台积电 用5nm的制程来支持它 所以告诉他说 基本上台积电在这块还是遥遥领先的 所以不管美国政府怎么补贴 目前看起来台阶就是龙头的位置 是很确立的 所以在台阶这样的过程里面 基本上它的相关供应链就跟得上来 其实我们之前在讲 雄奔厂基本上就帮这些供应链打造一个很好的环境 就是雄奔要盖4座晶圆厂 刚刚穆华兄有讲 美国要盖6座晶圆厂 对台积电的供应链当然是大补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提到就是说 其实整个台积电的材料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气体 大家在看半导体液 其实大家都看的材料看很重 但其实气体其实看很少 但是你要知道整个气体占整个半导体材料 大概是第二大比重 第二大比重 但是台湾的厂商在这一块其实没有什么受惠 因为这些大部分都是由欧美业者垄断 所以你看像台湾的联雅气体 或者是像三浮化工 他们都是跟欧美厂合作的 所以未来这一块应该会持续的放大 那你看因为这个东西 它是欧美厂商所垄断的 所以日本基本上它是没有气体厂的 所以大家之前很担心说 雄本建厂之后会不会自给自足 从日本自己产生找出气体的供应链 我答案是不会 我答案是不会 所以看起来这些厂商是会跟着它到日本去 甚至有可能也会跟到美国去 所以这边你就可以留意像三浮化这一些 或者是像金城4768 或是我们刚刚在讲的这个造解 特别是做气体的 所以这一块其实 倒是市场上很少人谈 但我觉得是可以特别的注意 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材料里面 还包括铁芙笼龙相关的供应链 那像上品它之前是因为受到美国厂停摆的关系 所以它业绩就停滞了嘛 那现在重新Intel的5寸厂要在美国的台积电的厂 又持续恢复进度 我觉得上品的股价应该还有一大波可以走 那虽然今天有稍微打下来 不过我觉得它整个形态就在一个高 高的高原期这边进行一个整理 应该还有机会做一个突破 那像我们上回有提到的像信鸿科 基本上也从100出头涨到快200了 我觉得这些都还是可以期待 当大家都着眼在这个半导体设备 事实上忽略掉材料跟气体这一块 事实上台湾在半导体材料跟气体 非常有强劲的这个竞争力的 那如果说日本没有气体的部分 刚刚峰还讲得非常清楚 台湾的这个气体厂 当然在日本熊本制作厂就非常有机会 甚至到美国去 大家看其实这个台湾的这个大气体厂 现在目前都跟这个德国的林德 法国异空跟美国空气化工 这几家大公司合作 那这几家大公司已经掌握全球70%的份额了 所以说基本上就已经掌握绝大多数的份额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想这个气体的部分呢 可以值得大家再持续关注 那刚刚谈到的一些个股也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这边就要请教 昌星是不是有一些你在这方面的看法 对我觉得今天的台积电的大涨 说老实话 刚才看到很多 包含COVAS 就前面先涨过回档下 可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 如果现在的台积电大涨之后 它的这个受贿厂 除了我们说协力厂商之外 关键的半导体的上游 其实也是机会 那台湾就刚好有出这样的ETF 比如大家看到00941 其实上个礼拜我们跟这个 这个经理人在聚会 那经理人他就讲 不是不做台湾的 是因为台湾的位量量比较少 所以呢他就买全球的 所以大家看到00941这个 他基本上他就买什么 一样嘛 买日本的信念化学啦 然后威力科啦 那是你说零德 德国人也有嘛 所以我现在提醒大家就说 假设台积电涨在前面 后面一缸子受贿的都有机会 那这样的话 其实大家就不要去追高 比如说先涨的搞不好就停下来 那大家如果去看 落后的反而就有补涨的机会 我建议大家可以来观察 这样的一个状况 好 那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说特斯拉 是在美股最新一个交易 表现最亮眼七巨头之一了 我们可以看到 市场美股在最新一个交易 七巨头股价表现普普了 甚至灰达的股价还翻黑下跌 但特斯拉却是大涨5% 主要原因是 马斯克宣布 他也宣布了一个非常 奇怪的日子 或者说非常好记的日子 8月8号 他又在爸爸节 推出这个机器人计程车 就是Robotex 马斯克说8月8号 我们的Robotex就出来了 这个消息一放出来之后 特斯拉股价单日大涨了超过5% 不过今年特斯拉却是跌翻了 到目前特斯拉的股价跌幅还在三成左右 然后我们看到在特斯拉的股价表现上面 这么差的一个状况 大陆的电动车相关族群却是 这个集企直追 大家看到素期其实已经 等于说是预定量非常大的一个情况下 也推动了小米股价往上走 我们请导播看一下1810小米的股价 法人已经把小米股价目标上看到20块港元了 那当然他也从低档的12块港元是往上明显的推进 不过在这边他前面有两座大山 看起来这个地方还有的要突破 那这边就要请教昌欣 就是怎么看这个中国大陆电动车雨后春笋 来挑战特斯拉的地位呢 我觉得先这样 这个雨后春笋到最后呢 就会什么样 会太弱流强 所以现在等于是这样 先把这个所谓的一军推出来 从华为然后到小米那整个还有包含所有的比亚迪呢 往前推 然后国内的内卷 就会让他直接去做所谓的一个更迭的动作 所以现在的中国我先讲 其实开始在做一个转型 过去中国比较强劲的是什么 是这个所谓的茅台消费类股 可是各位可以看到 现在这转型变成什么 新能车电池来当做出海口 所以大家看到包含这些可以出海的 包含比亚迪 各位可以看到 比亚迪的这个成绩单实际上是超乎预期 所以3月的交付是什么 各位可以看到 同比涨幅46% 对不对 那上期也是30% 其他我就不一一念 所以等于是怎么样 从3月份 1、2、3月开始 当特斯拉在全球市场是节节败退 调降价格之后呢 那有这个传言就说 包含这个所谓的 我们看到比亚迪跟小米呢 就在价格破坏站上去什么 去往什么 往全球推进 可是大家知道 当叶伦来到所谓的中国来访问之后呢 可能会什么 开始对这些中国可能去怎么样 去降价求售 或是讲比较不好的 要请销的对象去做客税 所以中国的电动车们 接下来的重点就往哪里走 可能就会往欧洲走 为什么 因为欧洲的市场呢 基本上呢都会跟什么 跟中国结合的比较近 所以我认为呢 现在的一个中国的这个电动车呢 开始也出现了一个什么 开始做一个所谓的太强 应该是太弱流强的状态 那我可以帮我看一下 除了小米之外呢 我们来看一个吉利 那吉利汽车0175 它在香港挂牌 大家看到它的股价明显的 就比小米强很多 因为小米本来是做家电的嘛 那各位看到有没有 直接底部一直拉高 那它还是什么 专门做什么 做出海的 就是它其实吉利的 主要目标是往欧洲去卖 不是卖给所谓的中国的国内市场 所以我认为呢 现在的一个重点就在于 现在的中国市场 开始要做什么 做绝地的反攻 这个反攻呢 就会从电动车跟电池的产业 还有除能的产业 来什么 来对抗所谓的美国的晶片 那就此同时台厂到底有没有机会 我们说老实话 台厂我认为呢 还是有一些机会的 毕竟电动车 大家去看这些概念股门 基本上基期都比较低 因为过去我们都靠拢特斯拉嘛 所以我认为拉回来看 假设说这些台湾的概念股门 大家可以看到 我整理了一些 包含胡莲啊 反甲啦 那各位看到 第一个比亚迪明德时代 对不对 像反甲跟明德时代挂上钩的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近期的单季的EPS 它就长得不错 那鸿海跟定颖 那做高阶车压板 那定颖 像鸿海已经先涨了嘛 定颖也算是落后居上 那今天比较强势的金居 那今天是什么 做铜伯基板的嘛 那铜伯基板已经先涨铜 所以跟着往上拉 所以其实我们来看到 这些概念股门 有一些高位阶 有些低位阶 比如说我们来 帮我们看一下3715的定颖 那基本上它的位阶相随的 是比较低 那低位阶反弹的状况下 就比较符合 现在的电动车 它可能怎么样 落底之后开始反弹 那你看外资虽然在调节 可是投信开始买 我先说 3月份到4月份 可能现在来说 投信的力道跟外资的力道 投信还是占了内支 主要去拉抬的成分 所以大家可以去观察 那包含我们看到金居 可以帮我们看一下金居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正体的现在的市场 你看今天的金居 股价虽然说上影线 可是也是强势的往上拉高 所以我认为 其实大家去观察 这些电动车的相对的 概念股的时候 不要以过去特斯拉 被砍的很惨的方式来看待 现在反过来说是说 中国电动车能够出海的话 对于我们的相关的这些概念股们 我认为相对来说 还是机会比较多 所以回过头来 其实我认为 整个现在的电动车产业 我们回到刚才的这个几个 跟大家讲的焦点股里面 从比亚迪到宁德时代 甚至于到整个什么 中国的这些汽车产业们 其实以现在来讲 大家可以看 单季的EPS年增 基本上都是正的 也就是什么时候 最坏的状况已经过去了 那我觉得最坏状况 已经过去的时候 这个时候 这些低位阶的汽车的概念股 一档一档就可能会出来 那大家可以观察到 目前呢 其实对于整个汽车产业来说 特斯拉呢 还是属于低位阶反弹 所以我认为呢 大家抓紧的就是 跟电池相关的 跟所谓的我们说的比亚迪相关的 会比特斯拉的供应链 来的有机会 那相对来说呢 其实现在的这个中国的市场呢 今天来讲 我也跟大家讲 今天涨的也是锂电池 涨的也是新能源车 涨的也是稀有金属 所以跟我们待会讲到的 这些原物料的控制权 其实对于中国来说 它比较有什么 比较有把握的能力 所以现在的晶片站呢 可能就搁置一边了 晶片站 以美国为主 以台积电为首 可是对于原物料的需求 原物料的战争 我认为呢 中国这边呢 会开始加紧脚步 从铜啦 从链啦 这边的价格都开始涨 我认为呢 回到电动车上面呢 电动车产业 对于电池的需求 应该是怎么样 part of day 这边跌到不能再跌了 开始做起死回生的反弹 那现在这个 最不值钱的钱就是钱 最不值钱的钱就是钱 大家听得懂这句话吗 就说因为全世界钞票太泛滥 包括台币也是一样 钞票这么泛滥的情况下 最不值钱的钱就是钱了 你不把钱就换成其他的商品 包括股票的话 你的钱就是不值钱 大家看到台币今天快收盘 我们录影时间现在目前3点40分 台币汇价呢 是在32块1毛2 所以是扁破32块1了 那个汇价是非常疲弱 可是在这个同时 你看到黄金现货价再创立新高 黄金现在目前的现货价 我们录影的这个3点40分的时候呢 大涨了15块钱一盎司 我来到了2353了 2353 基本上呢 黄金的这个是现货价 其今价其早就已经突破2350了 那美国有年轻人 去年在好市多官网 买了一个一盎司的这种小金币 小金块 这个买了两条 那时候的一个售价是195块 1950块钱美元 隔了半年 你知道他涨到多少 他涨到2300 涨了20% 所以现在美国年轻人开始 跑去好市多官网 买这种一盎司的金条了 所以台湾也是一样 大家跑到台银去买换彩的这种 所谓一盎司的那种小金币 或者说小金块是一样的意思 那大陆呢 大妈就纯金豆子 所以全世界大家都把钱换成黄金了 另外一方面 我们看到仁敦金属交易所的三个月的 基本金属期货呢 4月8号全面上涨 上周美国就业报告强劲 就支撑了这个金属的价格 铜价创下2022年6月以来 最近两年的新高了 那齐铜呢上涨了1%多 美顿蓝来逼近了9500块美元 齐铝也上涨了0.4% 美顿蓝来到2460美元 齐铅上涨0.6% 齐铅呢上涨1.8% 新价涨了将近2% 另外席价大涨4% 那另外涅价呢也涨了0.2% 那最近这个原物料股也开始在动 包括钢铁啦 甚至像是电缆股 你看到像做电缆的大雅啦 华融啊最近股价也是非常强势 包括甚至今天做不锈钢的滑新的股价 都大涨了快3% 都有开始从底部要拉升的一个味道 这边就要请教昌星了 就是说真的这个全世界最不值钱的钱是钱吗 我觉得其实跟大家分享 现在营楼最热门的生意就是 大家把家里的黄金都拿来卖了 当散户都卖掉之后 大家一定要问说为什么黄金这么涨 我先跟大家讲 谁在囤货 其实中国囤了很多黄金了 为什么他去美债 去美债买黄金 而且大家预期下半年的美元 会先强之后 当降息的时候就开始转弱 所以大家开始怎么样持有黄金 我跟大家讲 其实在台湾呢 交易最活络的 5两 我念为黄金 你去那个买 这个是最好流动性的 我之前去看是三十几万的 现在最新的办法是46万 5两46万 好事都在买的有 1公斤的花钱240万 我记得我之前为了说大概180万 所以其实这种黄金涨很多 好啦 那回到这个重点说 刚才有人要说 这个现在到底是金不值金 钱不值钱大家要买黄金 那到底这个市场有没有这些所谓的通膨 有点反弹的味道 我给大家看一个图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就是说 金银是跑在前面 所以金跟银 所以首先动的是黄金 今年度大家记得 是黄金动 应该是比特币先动 然后黄金动 白银最近是动 然后最近是怎么样 涅铜开始跟进 所以是从贵金属的开始涨之后 工业金属的需求往上拉 反而铁矿砂今天是 今天在这个中国铁矿砂是反弹 没有错 可是从YTM就是今年初到现在 铁矿砂还是跌了20几% 所以现在的这些钢铁类 我认为啦 还不能完全反应 所以说钢铁你还是要等它怎么样 整个铁矿砂的价格往上拉才有机会 可是我今天带来两张图要跟大家讲 对于工业金属的需求里面 我认为大家先看 左边的这张图告诉你就是什么 LME的铜的库存量 各位知道 其实从去年的年底到今年年初 大家就要预估什么 今年度应该怎么样 应该是经济相对的什么 没有那么好 去年度比较好 可是怎么样 当铜的库存量开始降低的时候 你看到 库存量减低 结果怎么样 铜价开始往上拉 为什么往上拉 这个就要看从 制造业的需求来看 你看右边是 制造业的 PMI的年增率 有什么 有复翻证 所以一个是库存减少 一个是需求上升 所以你看到 那像铜啊 镊啊 这样说有色金属 中文叫中文有色金属 我们叫做工业用金属 它的需求就开始暴震 所以我觉得今天呢 其实有两个主要的 比如说电器电缆类 一个叫做铜类的 它开始往上冲的时候 代表今年的景气 其实我认为呢 现在是在扩张的周期 扩张的周期中 你要嘛 你说台积电买不下去 那你当然啊 我就买什么 买这些相关的原物料的部分 我认为呢 原物料其实相对它的价格呢 都来到 其实相对的低点开始反弹 所以我认为呢 从这样的一个概念里面呢 我们选出几个概念 给大家来做分享 大家可以看一下 前两个第一铜跟其接口的道琼铜 我认为深圳老师说 先跟大家直接说 它就是原汁原味的对到铜 所以它你看没有什么殖利率嘛 第一铜过去都没贪钱啦 它现在铜要做内外销 铜价一涨 它就有利了 大家可以看到第一铜 是这两天最强劲的 这是最强劲的 那你不要去看它过去有没有赚钱 其实它在反映什么 就是铜价的上涨 那所以说包含所有的第一铜 还有接口的道琼铜 那基本上是连结铜价 第三四个就是E6系列的 也是最近最强的 大家看到今天比较强劲的 包含电器电线类 基电类的 资金是在什么 电子通路以外 全都留到这边了 那它主打的是什么 实力率相对的比较高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包含滑龙也是最近比较强势嘛 那铜价基本上 它一样做所谓的电缆的加工 那大家就讲 那铜上涨对它来说是不利 我跟大家讲 因为它接到台电的电网 所以它满手订单 你铜价上涨 我就转价就好了 所以我认为 华龙跟铜价 基本上它就有 转价铜涨价的一个力道 所以我认为 其实如果是有涨 而且殖利率还这么高的状况下 我认为如果拉回的话 大家可以留意 其实法轮都在买 你看外资也买 投信也买 那这样的标题又有高殖利率 所以我认为 4月份的下半场 可能在第二季 都会转进大家去找高殖利率的概念 那最后呢 其实呢 大家也是比较关注的 就是说 那有没有回收费金属 那回收费金属你就知道了 回收费金属当金银铜的价格 往上涨 它们就有利了吧 所以直接对掉就是金银底 那也是做回收的 那光阳科也是 那光阳科又是什么 台积电相关的供应链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这样的一个标的里面呢 包含1785 我们看一下光阳科呢 近期的盘市呢 相对来说呢 我认为呢 也是相对的比较坚挺 大家可以看到 虽然外资卖 可是投信呢 一路的 都在做持有的状况下 我认为呢 如果你相对的去找 这些原物料的概念 你只有一个重点 要嘛就是有题材 要嘛就是殖利率高 那从铜跟金 来去做发展的话 我认为呢 其实相对的原物料呢 你就可以找到 相对跟此而言的 半导体里面 比较不一样的一些标的地方 好 那我们看到 几档股票 刚刚讲到16嘛 我们来看一下16 像这个龙头的滑星 1605的滑星 今天股价也是很明显的拉升 一根红素 而且是连续第二根红棒 昨天就已经拉一个明显的中红 今天再拉一根 底型也蛮明显的 还有就是这个1609的大雅 大雅呢 今天也是拉跟 明显的一根红棒上来的 涨了快6% 那这是在16类股里面 刚刚这个昌星没提到 另外我们来看到 在建材营造类里面 今天爱三菱是亮灯涨停 我刚刚这个节目前跟凯哥聊 凯哥说他去台南看一个案子 说台南卖到700万 一瓶卖到70万 一八十万 凯哥说台南一瓶卖到七八十万 凯哥上个礼拜才去看 凯哥是要搬到台南去住了 还是你是台南人 告诉你这个全台湾的房价都在涨 告诉你打压房价是骗人 没有打压房价这件事情 对啊 生息的话 央行很想打 但是都会说不出来了 爱三菱2540 今天股价是亮灯涨停 大家知道爱三菱就是做房产代销 那另外各位可以看到一档 这个营造股 这个营建股 2548的华固 各位看到最近股价是怎么涨的吗 华固大家都知道 相对2548 他相对是卖这个豪宅的 一瓶 华固都是七八十万 一百万以上的 你看到他最近股价是怎么涨的 以上提供给大家参考 好 那今天非常谢谢黄宫凯 谢谢林昌新 谢谢我们两位谈谤来宾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我们明天见 同时继续收看我们的产业优势 拜拜 欢迎收看产业研究室 4月3号的上午 发生了7.2级的地震 不只是让全台湾的民众惊恐 也让全球媒体把目光的焦点 通通集中在了台湾半导体供应店的上面 特别是台积电 还记得上周节目中有跟大家分享过 台积电全球晶圆代工的市占率 已经冲上了61.2% 所以台积电的安危也就圈动了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发展 不过 富国深山台湾之光不是喊假的 在4月3号地震发生之后仅仅10个小时 晶圆设备厂的复原率已经超过了70% 新建的晶圆厂像是晶圆18厂 它的复原率也是超过了80% 台积电就强调了 虽然部分厂区的少数设备受损 并且有影响部分产线的生产 不过主要机台包含了所有的EUV光刻设备 全部没有受到损仓 也就让全球半导体产业暂时是松微口气 正额全部都要归功来自于921大地震之后 台积电防震对策的三大蜕变 台积电在921之后 58的鸡排设备新增了防震固定措施 新建的厂房也全面装设了阻尼器 也就是降低了地震反应15%到20% 2016年美农地震之后 进一步强化了包括塔式晶圆储存设备 加装止滑片来防止滑动 接近式的天花板、隔肩墙、桶槽 还有化学槽车也都增加了耐震力 像是鞋撑、各货架都固定于楼板或墙壁上 不过除了台积电工厂本身的强固措施之外 因为半导体供应链是全球化分工的特性 所以在日本311大地震之后 台积电也就发现了 不只是半导体设备出口会卡关 最重要的是制造过程中的特用化学品会锻炼 而瞬间就会瘫痪了全球四分之一的半导体产能 所以台积电也就开始建立特用化学品 在地化供应链的这个部分 经过了十几年的努力 成效也是相当的显著 所以我们今天就请美丽的颜希老师 来帮大家分析一下台积电家族中的特用化学品家族吧 特用化学品主要用于制成或是最终产品 可以改善产品的特性为目的 多半是高附加价值的产品 包括像显影剂、石科液、玻璃液、稀释液、清洗液 这些都可以称之为特用化学品 在生产半导体晶片时 需要30多道制成10多种半导体的材料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些小小的化学品 一旦卡关就无法完成晶片的生产 刚刚小篇提到了 311大地震也就是台积电在发展供应链在地化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关键转折点 当时这些半导体关键材料都掌握在日本的手上 就拿12寸细晶圆来讲 当时最大的三家厂商 包括信越化学的白河工厂、苏孔的米泽事业所 还有像美国M1MC的宇都工厂 这些都受到这场大地震的冲击 导致全球25%的细晶圆产能瘫痪 311大地震发生之前 关键半导体的特用化学领域 日本的全球市占率超过66% 全球电子产业也因为在这一次的冲击之下 不得不着手准备第二供应链 当时许多台湾的化学厂也利用了这次机会 将重心从原先的传统化学品 渐渐的以往高毛利的电子材料领域 可以说是日本大地震是台湾化学厂的转型关键事件 不过相比设备跟零组件的进展 半导体的特用化学却是发展的缓慢 除了产品的规格要求度比较高以外 制作的技术困难以外 重点是制程的专利多数都还掌握在日本的手中 所以过去我们台湾的化工厂最多只能担任代理商 直到2019年的南科光阻迹污染事件 台积电当时因为这件事情下修4%的猜测 自然也刺激了台积电加大扶植在地化供应链的力度 当然除了特化关系到半导体量产的稳定之外 成本也一样是台积电重点支持的原因 因为其实大家看一下在整个半导体制成原料的成本当中 整个特化包含像气体加上化学品在内是37% 持平细晶圆 换句话就是说特化跟细晶圆是一样重要的存在 但特化其实真的很难发展 相信大家都知道台积电持续称霸全球的原因 是因为它可以稳定量产精度在3nm的晶片 同样的概念转换到了特用化学上面 这个就要用纯度去评量 过去台厂中后光主义厂包括像圣衣涌光就曾经很明白的告诉媒体 日本之所以持续寡占全球是因为他们能够在整个上下游都做到 纯度99.9999%的超高标准 那也恰恰是因为这个纯度的因素 让台厂的特用化学后始终难有突破 毕竟化学原料的纯化工作这个是基础科学 也需要通过一次又一次的事务法来找到最佳的提纯制程 而这点就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来加速技术的提升 再来即使产品真的达标 可是在经过2019年以后 还需要通过半导体厂的长时间的认证 所幸这两个大的问题都因为在地化供应链的策略而得到了加速 就拿过去一度要倒闭的台特化来说 其实就是台积电的大力支持之下 不仅成功的转型 更一局打入了Intel得宜这些大厂 那最近讨论度非常高的新印材 更是台积电重点扶持的台系光主义厂 那其他像是三幅化还有信红科 哇大大小小18家特化的上市归工厂呢 这里延期一次整理给大家 而今天呢我们就先来聊聊 金城啊上品啊华丽啊这几间非常具有指标的台湾特化厂 首先呢2010年成立的金城出奇主要 它是代理销售俄国阿斯特公司的特化气体的产品 即便到了2014年公司的自制品项 也只有营收的两成再多一点点 然而呢随着金城和阿斯特的合作持续的升温 在2018年阿斯特他协助了金城掌握干式化学品的纯化技术 重点来了这个产品的纯度直接追上日商的99.9999% 直接刺激公司开启野蛮的成长模式 并在随后的2020到2023年之间陆续的量产成功多项的特化气产品 这个让自制品的比重一举拉到2023年将近百分之百 可以说金城就是透过俄国逐步让产品开始追上日本 特别是用在后10颗制程的佛碳类气体 因为公司持续提升制程能力 除了已经逼得日厂韩厂 他因为失去了成本优势停厂 那也让金城从去年12月开始 顺利外销日本韩国的记忆体厂 是台湾非常少数具备特殊气体 完整六段制造技术的厂商 那值得一提的是 公司将特殊气体依照制程分成四个等级 第一级是合成 第二级是金溜跟吸附制程的纯化工作 第三则是混气跟转充 第四级则是微量分析与特殊部件的组装 其中一级二级的技术难度最高 其次依序是三级四级 而制程越高产品的纯度跟获利 进一步也越高 那我们再进一步看到产品方面 3D Netfresh必用的干式10颗特用气体 6弗丁2C 已经通过亚洲主要记忆体厂 和晶圆厂的认证 并且在低际度出货 客户甚至已经预定超过五成的产能 更不用说金城还有像奶器再生晶圆 甚至其他光组业这些关键的特化原料 所以收惠产品的乐观前景 让金城即便在去年的前三季 逐季交出后衰退的负面成绩 还是依然大手笔的扩张产能 除了竹南二厂在去年第三季完工以外 投奋的三厂也在第一季动工 并计划在2026年投产进一步展望 2024年 受惠今年的记忆体的景气翻转 法人预估金城在今年的营收 有机会端出年增 90.74%的15.55亿EPS 会来到7.88 这个资讯给大家参考啰 接下来我们再看到 身为铁扶龙设备的龙头大厂 也就是上品 那1981年成立的上品呢 是运用铁扶龙的涂料设备商 营运模式主要是购买原料 再加工半成品 成品必提供工程服务 在业界后唯一有能力 从半成品到完整设备 一条龙生产的厂商 跟竞争同业后 其实多数只专注在半成品 或是设备上是不同的 那公司其实有两个 全球第一 这个大家可以认识一下 第一点就是 每年生产的铁扶龙巢车 1500辆 市占75% 是全球第一 第二呢 则是自制的佛素圆棒 是全球最高最大 总高达750公斤 铜业里面最多后 只能做出他的一半重量的产品 那由于后铁扶龙这种材质啊 具有耐高低温 还有耐渗透 甚至耐化学药品 这些多样的特性 因此也被称为塑料网 被大量应用在半导体厂 还有电子及化学品厂 那说白了呢 只要有化学品后 去流通的地方 其实你就要涂上一层铁扶龙 那由于后上品跟化学厂后 从工业级的应用合作非常多年 不只呢 客户粘着度是非常高 在制程沟通跟客制化产品的能力上 也成为同业很难跨入的高门槛 因此后 在台湾半导体的市占率后 已经高达五成 那中国呢 甚至来到六成以上 然而呢 后上品的营运从前年开始后 受到半导体库存去化的影响 许多建厂的计划其实是暂停或是延后 拖累了去年全年营收是年减7.26%后的负向成绩 不过还是有好消息的 根据一根据SEMI的资料显示后 全球半导体晶圆资本支出将在今年 也就是2024转为年增15% 有机会带动后上品的业绩在今年成长 而背后呢 所隐含的原因就是从今年开始 哇半导体在全球是大扩厂 除了台积电扩厂以外呢 包括像Intel还有中国晶片自主化的建厂潮 这些都是上品今年业绩的重要成长动能喔 那也因此后展望整个2024年后 上品预估营收会端出年增11.81%的63.65亿 EPS则是成长9.5%的23.1元 同样给大家参考喔 最后呢 我们来看到这一家 大家可以先试想一下 假设你走在路上 一块小小的工程塑料 掉在路上 你看到了可能都懒得见 但是却有一家公司靠着它 每年创造出700亿元的营收 而这家公司呢 还让鸿海、大力光、台积电 都不能没有它 一堆日本的材料跟设备制造商 也争着跟它合作 那它呢 就是专营材料跟设备的代理商华丽 说到华丽 真的可以说是一家 永远走在趋势的尖端 持续的求新求变的成长型公司 它成立于1968年 到今年已经迈入第56个年头 但是依然还是走在产业的前段 由此可见 华丽的经营阶层 其实对趋势有着非常精准的眼光 所以呢 从初期的原料代理到引进设备 到70年代 开始投入家电产业电脑 据说当年郭台铭、郭董每个礼拜 都要到华丽位于台北复兴北路的 旧大楼的办公室一次 当年呢 鸿海需要的工程塑胶跟射出成型机 都是由华丽提供的 直到现在 红海都还是华丽的大客户喔 那华丽的产品呢 也是持续打入国内知名 IT通讯以及半导体的供应链 也因为后 经过了50年以上的累积 华丽拥有非常多元的产品线 还有成长动能 可以说是一只非常 进化良好的变色龙 那以华丽公布的2022年 主要产品营收比重呢 为之通讯后就占了30% 半导体呢占了25% 面板则占了28% 绿能3% 还有印刷电路板 主机板这些占了9% 再从华丽的营收占比状况来看 大家可以发现 华丽的产品线非常的多元喔 从直通讯到半导体甚至绿能 哇 他都是其中的供应商 也因为这么多元的特性 所以华丽的产品线的成长动能 其实可以持续好几年都成长 同时后也因为他的产品线众多 比较不受到单一产品的影响 那华丽的营运呢 从2010年开始每年营收 都维持向上增长的态势 美股盈余呢 从2010年开始呢 也突破后原来的4到6元的区间 向上成长到8到12元 那展望后整个2024年 在前一年是因为国际通膨升息的效应 还有抑制终端的需求 供应链呢 经过了一年的去化库存 那目前华丽的存货水位 逐渐回到健康的水准 同时呢 在AI还有伺服器跟云端运算商机 持续热弱的带动下呢 华丽在2024的前2月的营收 115.6亿元 这叫年增22.53% 已经重返成长轨道 另外呢 也因为后台湾地缘的关系后 稀有气体成为各方追逐的珍贵物资 那华丽呢 在台湾设立唯一一家电子级的奶气存化产 它是打造本土的半导体气体的供应链 目前后厂户的人力已经陆续到期相关的生产设备 预期在今年的年中会装机 那第四季呢 会进入适量产的阶段 那除了布局特殊气体的销售 与稀有气体的制造以外呢 华丽会扩大它的气体领域的营运广度 也将跨入大宗气体的分装跟销售业务 并有多支特用气体的产品呢 已经先后攻入日本北九州 还有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晶圆大厂 所以它非常乐观看待今年气体需求所带动的业绩增温 那不只如此 在传输效率的考量下呢 华丽的DDR5插槽连接器呢 也要转进SMT制程 那华丽呢 销售的高机能工程塑胶呢 具有优异的耐热性 将与AI级的伺服器 还有PC的连接器 与插槽客户同步的大增商机咯 那以上的资讯呢 同样提供给大家参考咯 今天产业研究室就进行到这边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大家持续收看 并且帮我们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也帮我们分享给你的好朋友 产业研究室 明天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记得要收看咯 掰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节目自导警提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神圣停估 并次付投资风险 华外投顾 111精管投顾 新资币015号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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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